波齊为了救活电制 牺牲了自己 跟电制定下的契约 结果就是 电制复活 变成了半人半魔的 联居人 被公家机关 公安队魔特医科部门 当中的高层 曾记真剪刀 从此就变成国家的狗 よし 那我什么 今天很漫长等待 马爬终于宣布了 联居人将要在10月开播了 同时漫画的第二期 在7月中的时候 也在Chem Plus上 再开连载了 然后莫名的创造出 田中脊髓剑的名音 听有朋友说 他之前一直想要推其他人入坑 不管怎么推都推不动 只因为一个田中脊髓剑出现而已 就疯狂的爱上 完全不用行销 刻意宣传 就自带笑语的作品 绝对是个好作品 不管说如果他是普遍级 那以他现在的人气 绝对是超越鬼灭之刃的 现象级作品 但这又会蛮矛盾的 因为如果不是以限制级来呈现 绝对 做不出原作那个威 不过令人兴奋的是 在漫画第一期完结后没多久 MAPA就宣布要将炼剧人动画化 看完PV之后 大家都很期待 哦 那光 那影 那多汁的番茄酱 后来MAPA又在Anime Expo上宣布 一定会忠实呈现原作 对此他们的作法是 不成立 制作委员会 一般做一部动画还是电影 真的要烧很多很多的钱 如果IP不赚钱 那制作组 就会面临倒闭的危机 所以为了要分散风险 会拉一群 愿意出资赞助的集团 类似股东那样 可是有出钱的人 就会有话语权 所以有时候看到作品崩坏 并不是制作组的锅 也有很多是资方的意见太多 但是这次的炼剧人 全程由MAPA自己出资 自己制作 代表不会有X 为了多吸一些低年龄层的族群 而把它变成合家观赏 可见MAPA对炼剧人多有信心 我知道会点进来的 有很大的程度都是已经看过漫画的 已经充分了解炼剧魅力的人 那你就把它当作是开不前的玉璽 还在观望的人 这边简单的告诉你 炼剧人是什么 他到底在红什么 简单来说炼剧就是 人家炼剧等于炼剧人 主角电志 某天被超级炼剧砍到之后 然后就变成炼剧人了 不是没有 这不是超级英雄电影 有的就只有恶魔而已 在炼剧的世界观当中 有许许多多的恶魔生活在人类世界 大部分的恶魔都是不好的 所以出现了恶魔猎人这样的职业 然后我们的主角电志 一开始就是以恶魔猎人的身份出场 原本是为了帮死去的父亲还债 才成为恶魔猎人 不过就在工作的时候 被口了 对直接零便当 从出场到零便当 总共才过了26夜而已 然后跟电志搭档的炼剧恶魔 波齐为了救活电志 牺牲了自己 跟电志订下的契约 结果就是 电志复活 变成了半人半魔的炼剧人 被公家机关 公安对魔特异客部门 当中的高层曾继真剪刀 从此就变成国家的狗 过着每天铲除恶魔的生活 听到这里你可能在想 啊不过就是个 获得开挂力量的少女主角嘛 不是 呃 好啦 其实也是 但炼剧人特别在 他不走任何一个套路 他就像把事项最好吃 以及最难吃东西 都丢进去 你难以形容他的味道 但是味道强烈后劲十足 他就是这么奇特 我知道没有看过的人会想说 我在拱拉肖 所以我列出了5点炼剧人 最主要的特色 1.黄色又暴力 电志跟99乔努诺 同样出生自社会底层 也都跟黑道有牵扯 乔努诺的梦想是成为Young Girl Star 而电志的梦想是 吃土是10k加果酱 跟喜欢的女生一起旅行 摸女生胸部 等等 再讲下去 我那将近50%的女性观众都要关台了 我知道听起来很臭 但知道他的年纪和成长背景之后 就会发现 电志的梦想 其实超正常的 电志从小有一餐还没有一餐的 学校当然也没有去过 他不喜欢把事情想得很复杂 非常容易满足 而且 火在当下 不过电志的梦想虽小 但待在公安部后 几乎全部都实现了 包括接吻 柔胸 跟女人睡 和女人一起裸泳 私奔 和喜欢的女人 合而为一 梦想达成率高的惊人 还都是跟不同女孩子 可能后宫妈都不一定有这么多福利了 从这个角度看 电志搞不好算 人生胜利组啊 嗯 其实不好说 如果说 若有似无的色色 是点缀在故事间的小点心 简单粗暴的战斗 就是让人情绪高涨的阻石 练剧人的战斗 并不像啾啾 周术回战 射击出五花八门的特殊能力 作者不会花费太多篇幅解释能力 观众也不需要耗费脑力理解 我觉得能力的设定越复杂的啊 通常都是爆料比较多 练剧人就是一张白纸给你 他的战斗主要描写过招动态 打戏节奏力多 血奏横飞的场面也很有力道 那些说剧人很血腥的 你们看一下原家电志 每次开大招前就先喷血自损五百啊 哦 好痛 而且不会喊赵世民 哦对他不会喊赵世民 要打就打 简单暴力 值得一提的还有恶魔的造型设计 光是电志这个练剧人就已经很硬派了 敌人还有像是枪啊炸弹刀这类的兵器跟人体结合的恶魔 战斗画面的视觉冲击力绝对爽到翻 当然有很多不是兵器的恶魔 像是动物气象鬼怪 有的看起来很诡异 例如傀儡恶魔 那有人会问 在这些恶魔当中 谁最强 我只能跟你说 这点真的不是很重要 每个恶魔的特色和说法完全不一样 有的虽然战斗招式是静态的 但是画面却很震撼 总之每次打斗都充满着暴力美学 这也是为什么MAPA在公布要接受之后 期待这么高的原因了 异兽魔都 周术回战 境界巨人 不如说 这么邪道的作品 只能是MAPA了吧 发便当不手软 便当又超豪华 恶魔猎人虽然收入丰厚 但同时也是高风险职业 电制在当上公安后 终于不用再挨饵了 不过天天与死亡为伍 身边的同事也是来来去去 在短短的十一本漫画中 电制的同事们 不是离职 就是挂了 其他课的同事还会笑说 留下来的 都是疯子 的确 你在这部当中 会疯狂的看到自己心爱的角色临便当 以各种豪华的司法死去 有荒谬的 有沉重的 有突入其来的 有无可奈何的 也有象征特殊意义的死 乍听之下 作者只是在烂发便当 但并不会因此觉得角色死得很廉价 到故事好奇的角色情感刻画也越来越细致 即使是荒谬到爆而死亡 也都是让人觉得肺刀烧 那个地狱等级 大概跟救护车一样地狱 又轻又脏的黑色喜剧 练剧人就是一部B级的黑色喜剧 电池不喜欢想太多 价值观也乐观到异语常人 跟他搭档也都是ㄎ到不行 所以整部就有这种很诡异 但是又很欢乐的氛围 经常会觉得 明明这里就应该要很严肃很残酷 雖然喘不过气才对啊 但为什么 这么荒谬呢? 根本沉重不起来啊 像是脑袋不好的电池和搭档帕瓦 两个人一脸兴奋要用头脑作战的剧情 还有帕瓦看到车子 就像是小朋友一样很兴奋地坐上去 却意外壮实的刺客 然后一脸正经地说 不甘老子的事 诶不是,给我负责啊 然后那个被帕瓦抢走车子的倒霉车主小红 是故事里面少数几个正常人 小红是个胆小怕事的女孩 为了家界只好来当收入高的恶魔猎人 但经常被卷入一些倒霉事 虽然她的遭遇很值得令人同情 但是因为她遇到的状况实在太荒谬了 我反而很想要看 她还会再遇到什么跟随事 这一切都是藤本老师计谋 我都不知道她到底对小红有没有爱了 她一直让小红活得好好的 但要专门设计让她遇到鸟事 精神也没有崩溃 总之就是个有点可怜的角色 我想小红即使到了第二步 还是会天天面对各种倒霉事 而继续活跃下去吧 另外,练剧人的搞笑场面 经常出现一些脏脏的东西 不是色色的脏 是真的脏 看起来超骚的美少女恶魔怕娃 她的大便居然都不冲水 这就算了 电池还把她的大便细节 描绘得给她有点太清楚了 我有个习惯是边吃饭边看漫画的动画 对,我非常后悔 我推荐看福利脸,配饭饱真相 情感描写意外深刻 练剧人是由公安日常 加各个角色故事交织而成 前期看似没有主线 到后期就突然蹦出许多内幕 那部分我就不爆雷了 不过蛮想讲讲关于炼剧人的情感方面的描写 其实我真的只是把她当爽片 但我看看之后觉得 好像 话说得有点太早了 故事中有各式各样的情感 有拧似亲情 各种形态的爱情 还有捕食者与食物间的感情 最喜欢的是电池跟帕瓦 还有前辈早川之间的友情 他们三个一开始很不合 不只是生活习惯也摩擦 三个人的性格也差很多 坐在同一个屋檐下完全是在互相伤害 前辈早川是三个人当中最正常的人 对恶魔猎人的工作很有理想 相较之下电池只是混口饭吃 公安的生活让他相当满意 无欲无求的 这点曾经让早川看得非常不爽 直到后来曾介真给电池打倒枪支恶魔的目标 早川才渐渐将电池视为伙伴 早川虽然只是配角 但在故事里面的细分之重 几乎可以说是第二主角 早川一心复仇 连自己的命也不在乎 然而他却很重感情 即使公安这份工作有同事殉职 是家常便饭 但每一次伙伴死去 早川仍旧会哭 或许正是因为他重感情 才能让电池、帕瓦两个价值观 一语常人的人改变 而电池和帕瓦两个没心没肺的屁孩 也让早川紧绷纤细神经 逐渐放松下来 他变得可以和两个人一起胡闹 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很紧密 甚至后来等到有机会报仇时 因为和帕瓦、电池的关系 让他不想再轻视自己的生命 那电池本来就对自己以外的事情不太在乎 同事殉职时 电池被问到 会不会想要帮伙伴仇? 他只觉得 复仇太阴暗了 我不喜欢 让他一度自我怀疑 是不是变成了练剧人之后 就没有人类的心了 但因为思考太麻烦了 所以他马上就放弃思考了 就是这样出现条道有点无情 但在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 慢慢的看到他的成长 最明显的 就是他开始会关心别人 例如帕瓦在变演胆小又神经质的时候 电池拒绝了所有的诱惑跟要约 选择陪在帕瓦身边照顾他 只是作者很讨厌 每次在那些感人的情感 升华到一个境界之后 就会马上来送刀 伤害毒者 所以看完之后心情都很欲足 值得深思的剧情 藤本术十分擅长的隐喻 和象征性的故事表现 故事初期就有人说到 恶魔来自恐惧 人类越是害怕的事物 产生出的恶魔就越是强大 而且只要恐惧没有消失 恶魔就可以不断卷土重来 故事中的恶魔 不只冰气化身 还有台风 艾滋病 甚至是更抽象的概念 如果恶魔是源自恐惧 那么恶魔之死代表意义又是什么 最强大的恶魔又会是什么 如果人类不再感到恐惧 会有什么变化发生 如果我们很简单的把少年漫画 跟青年漫画做个区别 少年漫画通常解决的是问题 而青年漫画通常是问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 简单来说 少年漫画的主角 如果看到有弱女子被抓去卖身 主角会为他挺身而出 而青年漫画会去问 这个国家出了什么问题 所以少年漫画的主题 一般也会比较简单好动 例如我的能力怎样才可以变更强 我的身世是什么 敌人的目的是什么 但恋巨人 走的却是类似青年漫画的思路 他去提出恶魔为何存在 如何让恶魔完全消失 这样的问题 如果今天用一般的少年漫画方式去画恋巨人 故事可能会有很多篇幅在描写 电制研究 如何完全发挥恋巨的威力 一一找出敌人的弱点 升级并且研究怎么打败他 但这并不是藤本术有兴趣描写的主题 抛出问题的坏处是容易让故事变成沉重 复杂的问题往往是很难马上解决的 问题无法解决 读者就像是宿边拉不出来一样 就不会有爽快感 甚至看完之后会很郁闷 所以藤本术也让故事中 维持很大比例的黑色幽默 战斗也只有爽快豪迈的风格 再加上主角电制性格单纯 不想思考 避免的故事一直沉浸在严肃一体中的危机 即使有点严肃 但点到为止 话说虽然早川人气很高 但如果主角是他 剧情应该就会变得很沉闷 另外 即使枪支恶魔和大boss 背后都有庞大的利益跟权力结构 但练巨人 避免了政治斗争类的剧情 把重点都放在描写人物情感 这也减轻了故事沉重的调性 很少看到整部少年漫画 敌我双方的行动多半出自于感性 只有各国政府跟黑道在算计利益跟权力 而且他们根本就不重要 这也造就 炼居然算最核心的议题很哈口 但却包装在一个很好入口的感性群像剧中 不至于到很难入口 故事中时不时会丢出 跟主线没有太多关联 但是很有趣的对话 像是电制只想要温饱的梦想 是不是很无聊 或是小红听到再也见不到家人 反应竟然是松了一口气 他的结局 绝对让你大开眼界 前面抛出的问题 后来给了很有趣的解决答案 我有时候都很想知道 藤本老师的脑回路是怎么构成的 连Mapa社长都像谜弟一样表示 藤本老师的作品我全部都看过了 希望全部都能动画化 所以下一支影片预告一下 要来介绍关于藤本书这个人 最后想要说一下生用的选角问题 生用名单公布后 抱一个大冷门 主演的全部都是新人 那些预设谁会由谁来配的 全都共骨 这如果有开赌盘的 会赔到脱窟 大多数人都对选角感到不解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也展现了 Mapa对电剧人有强烈的信心 通常如果有制作委员会的 就一定会有志方说 选那个啊 人气很高的 不要啦 选这个漂亮奶大的 但电剧人没有 而且本身话题度就够了 不用再靠生用的人气去带话题 毕竟是自己出资的嘛 多少省一血也好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呢 除了按下喜欢之外 也可以按下超级感谢 小小支持我一下 我是曼 下次再见 掰